在一操作中所建立的资料夹内有没有 一的话指的是这个准考证号码 准考证号码里面建一个叫做测试结果的 所以我们在准考证号码这个地方 再按一次档案新增资料夹 然后这时候打测试结果 不行 他一定要打测试结果他规定的 然后这时候你再回到你的word 选档案另存新档 存到我的电脑里面稀草 你刚刚的准考证号码里面的测试结果 档名就没有特别规定 你就自己打题目 118-920328 他题目名称就行了 好了以后就OK了 我 estava逃不读了 谢谢观看